2020碧潭水舞光影秀将碧潭设计成一个大舞台 光影水舞穿插像是梦幻美景一样 新北市管理局举办记者会公布2月14号情人节 碧潭水舞光影秀正式登场 光影和水木还有镭射光雕交错的绚丽响宴 再加上原创乐曲视觉和听觉的双重感受 相信会带来梦幻美景 在过去碧潭水舞大概就是一些所谓的灯光跟水珠的结合 但今年我们特别结合了镭射结合了水木结合了动画 尤其是我们这些所有的乐曲都是为了这次碧潭水舞所原创的乐曲 所以换句话说这将是一个不但是声光效果的结合 更是结合了一个高科技的结合 我相信这次将近60天的整个水舞的过程里面 带给大家是一个全新的感受 碧潭水舞光影秀带出碧潭的在地意象如梦幻一般 再加上周边美食搭配 每年到场的观赏人数 对新北市的观光旅游带来不少商机 只是今年遇上了新冠病毒来搅局 会不会影响民众出游意愿 我们也会做好一些必要的控管 那我们预期大概碰到假日可能会人潮会比较多 但是我们会随着疫情的这个情况发展 我们会做这个最好的一个现场管理 那我们希望所有店家都能够配合自主健康管理 勤洗手戴口罩 然后随时在上班的时候 开幕前都要做好这个柜台的消毒工作 尤其是凉额温 我相信我们已经做好最万全的准备 观理局强调与地方店家做好防疫作战的准备工作 再加上壁潭是户外宽广的大自然 少了密闭空间的疑虑 建议民众出门走走 看看雷射水舞 减轻防疫的心情负担 换来好心情 数月天空新闻 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